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北欧瑞典的设计师品牌 如果你是喜欢时尚简约高质感的设计 那你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的介绍 嗨大家好,我阿伟啦 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问我最近最关注或最喜欢的那个品牌 我绝对会告诉你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R-Legacy 那这个品牌其实它算是一个设计师品牌 这边我要小小的定义一下 因为我自己觉得设计师品牌 它就是由设计师个人的想法 继续做延伸的品牌 跟那些我们所认知的可能LV、Gucci 甚至比较爱迪达、Nike之类是不一样的 它就是由设计师个人所创立的 那我觉得这样的品牌 它也会比较有设计师自己的个性 还有他想要传达的理念所存在的 其实我有的R-Legacy单品也不是算非常多 而且有一些是那种比较平价的联名 所以我买的时候负担是相对比较少的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像这样的品牌 久久去买一件自己真的很喜欢的单品 也无仿啦 而且它们的设计是比较百搭的 因此你在不同的穿搭风格情况下 都可以去做搭配 其实我认为这样是比较聪明的购衣选择 那我们就开始品牌介绍吧 R-Legacy这个品牌 它最早是成立于2005年 那它的中文艺名就是我们的遗产嘛 那这些顾名思义呢就代表说 它们的租立人呢不止一位啦 它其实是由Yalcum Harling跟Christopher Nine所共同打造的 那这品牌名称也就意味着 它们所创造的设计呢是能够留给后世人的 而且它们品牌整体也是往这个方向去经营的 虽然它们很注重的品质跟耐用度 因此在制作单品的时候会选择比较高品质的面料还有材料 很多呢都是自行开发的布料 它们专注于制作的工艺 然后还确保说每件产品呢 它都有一定的出产品质跟耐久性 那我觉得R-Legacy这个品牌最有特色的 就是它们结合了现代还有传统复古的这些风格 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之后呢 变成独意为了它们自己所展现出来的质感 像是它们的服装跟配件啊 都是用简约的线条还有中性的色调为主 大家可以看到官方搭配的look 也是以层次叠穿或者是舒适感为主的造型 因此我觉得如果是要找正视感 或者是休闲日常可以穿的单品呢 其实它们都有 除此之外R-Legacy这个品牌 它们其实也非常注重环境和社会责任 像它们有推动一些绿色发展的计划 它们会选用再生材质或环保材质来制作 降低生产衣服的时候对环境的伤害 那其实像这种永续生态的液体 也是现在时尚界最被考验的一个问题 小弟刚去拿东西的时候 发现我的这个录到没有声音了 所以我才有重新录了一段 如果觉得有点 好像背景稍微角度有点不太一样的话呢 请见谅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今天影片的主题 就是现在我手上的这一件 R-Legacy的数码印刷牛仔裤 这也算是它们家非常热门的单品之一了 那数码印刷呢 其实并不是R-Legacy它们的专利 其实在非常早之前就有过了 那数码印刷最大的目的呢 就是要模拟材质 在一种布料上呈现出其他材质的视觉效果 像拜师家就曾经在皮外套上 做出牛仔外套的效果 如果要论鼻祖的话呢 应该是Jumpo高铁 它在1996年的秀场上面的点点效果 那看上去真的蛮酷的 透过数码印刷的效果呈现在衣服上面 感觉这个model好像变得很强壮这样 Majera在童年也有做出一个假透视效果 来制造层次 其实我觉得Majera做得非常的帅啊 另外我很喜欢的Undercover 高桥顿也有在衬衫上做出印刷 它其实是一件衬衫作为底板 然后上面还印上了棒球衣的效果 可以看出厉害的设计师的想象力真的是天马行空啦 而数码印刷最大的效果真的就是模拟材质嘛 像我手上这一件的话呢 我觉得它很棒的就是它的印刷呢 做的真的很像天然的牛仔裤 但是有一些小特别 其实翻案里面可以看到 它是用这种白色的鞋纹裤来去做底板的 然后上面再印出这种蓝色的效果 看起来像是牛仔裤 那我自己最喜欢的 真的是它印刷出来的这个刷子 上面这些猫须啊 一些缝线啊 其实真的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用硬的 例如在后面这个口袋的缝线啊 大家看起来是有四层嘛 但其实它是有两条是用印刷的 这真的非常的酷 小细节是只有穿的人才知道的 然后在裤腿侧边啊 其实也有一个假的 真的是牛骨效果的感觉 让这个牛仔裤看起来更加的自然 如果把这件裤子的后面翻过来的话呢 其实可以看到更明显的 就是它有这种颜色的分线效果 一边是深蓝色一边是浅蓝色 让这件裤子穿起来的时候更加的立体 如果我们要正常养牛仔裤的话 原色裤是不可能在中间的话 做出这种色落的效果 它就是靠数码印刷 把这个地方给处理成这样 我觉得这个真的看起来超帅的 另外在裤腿这边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破坏印刷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细节的 就好像把牛仔裤的裤脚给拆开之后 会有这个感觉 然后在后面有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 也就是这个刺耳 小小的刺耳印在外面 它是假的 它里面其实是一般的这种考克布边 可是外面有这个刺耳外露 我真的觉得这个细节做得超级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在它的这个一般都是用皮镖嘛 但它是使用这种PVC的材质 亮晶晶的有没有 我觉得是还蛮好看的 上面有刚印一个R-Legacy的logo 那它在五金配件也没有马虎 上面都有写着R-Legacy 验明正身它是一件R-Legacy的数码印刷牛仔裤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它的面料 其实采用14盎时的斜纹布 那整体穿起来在夏天是会比较热一点点的 所以大家如果在夏天穿的时候呢 淡淡可能会湿湿的 比较适合给不怕热的朋友 或者像我这种有养牛的经验 所以穿这个呢 还扛得住啦 此外这条裤子会受欢迎呢 绝对不只有它这个印刷很帅而已 再来就是它的版型呢 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它整体的版型是这种很纯的直筒 真的是从上面直到下面 大家可以从我的穿搭影片看到 它是有修饰腿型的效果 大腿跟小腿是一样宽的 具备这种阔腿裤的高容错率 像我自己就很喜欢穿衣服的时候 把上衣扎进去这件裤子里面 看起来就会长高腿呢 真的是很长啊 而它的尺码都是比较偏大的 像我这一件的话呢 它是31号的 但是穿起来有33腰的感觉 然后它的裤肠也是做比较长的 穿起来会有那种落地的感觉 那这种偏长的裤肠 我自己就会搭地 比较厚一点点的鞋子 像是1906啦或皮鞋 我觉得都很适合 尤其是搭皮鞋的时候真的超帅 很像那种枝杆小哥 那我觉得Outlegacy 使用数码印刷来制作牛仔裤 也真的呼应到他们品牌 友善环境爱护地球的理念 因为使用数码印刷 真的是比较环保啦 相对于一般的 如果要制作牛仔裤 可能会使用大量的水洗上浆 那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水资源 那使用数码印刷 它只要这样印刷嘛 所以基本上是非常省的啦 像这么帅 然后又爱护地球的品牌 你能不爱吗 不知道大家看完以上的介绍 是不是对Outlegacy 这个品牌又更多认识了 像我觉得这件牛仔裤 真的是我近期购物的单品里面 最满意的一件 整体的质感 然后给我穿出来的信心 都是非常好的 感觉都是非常不错的 因此我会想要再购入他们家 其他的单品 只是价格还是偏高一点点啦 真的要努力存钱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 今天的介绍影片有什么想法 都欢迎在下面踊跃留言啦 我真的是还蛮喜欢 透过留言区跟你们交流的 那看完这支影片 不忘记可以按赞订阅 分享给你的朋友 更不忘记可以追踪我个人IG 才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喔 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 我阿伟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